大家好,欢迎收看《足球投票》,今天又拍大包为大家报道一些足球的最新资讯 而这个节目还会和大家说说美斯经历了什么呢? 美斯说他已经很厌倦作为球会所有问题的承担者 所有巴塞隆纳发生的问题都关他事 这是independent的报道 他刚刚代表员阿根廷踢完世界杯外围赛时 乘搭飞机回西班牙巴塞隆纳时 有件事发生了 巴塞隆纳队友基士文的经理人 他刚刚说他这个美斯 令到基士文在巴塞隆纳的 足球生活上高比较困难 因为巴塞隆纳今年成绩不太好 现在在联赛排在第8位 虽然他有踢少了两场 基士文的经理人Eric Ohads 批评美斯说他实在控制巴塞隆纳的球会控制得太多 他说基士文每天都在惊恐之下生活 自从在马体会转会了巴塞隆纳之后 我想是夸张了一点 但是当美斯在巴塞隆纳下机时 记者当然会 问他这些问题 不会放过他 美斯的答案就是 现实在 我已经很厌倦 整天后会的所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都关我事 这个就是一个西班牙媒体的引述 他说 刚刚坐完15个小时飞机 除了大家之外 也有税务股股的人等着我 实在是有点 疯狂疯癫 他跟巴塞隆纳只剩下一年合约 原本 他以为刚刚过了暑假 他可以 踢着他那个自动的 飞酒条款 以为可以转会 结果 巴塞隆纳说 不好意思 我们不是这么理解 唯一的办法就是 要跟球会对保公帕 美斯 因为始终都是在 巴塞隆纳 成长 他就说 他怎么样也好 无论情况多差也好 他都不会跟球会对保公帕 亦都因为这样 他今届也都 继续留在巴塞隆纳 踢球 看样子 其实巴塞隆纳 自从上一次 的欧联 输给 白云 8比2 之后 一直 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 包括 球会的 主席 巴塞隆纳 已经是上个月 辞职 因为 就算他不辞职 可能也会被 做一个不信任的投票 整走都未定 所以你是不是辞职 没分别 结果都是走了 另外 美斯 跟西班牙税务局近几年有很多瓜葛 他曾经在2016年被判 入狱21个月 亦都要付200万欧罗的罚款 因为 他在肖像拳 西班牙政府觉得他逃税 逃了420万欧罗的税 例如这样 但在西班牙这个地方 很有趣的 如果 被判监的时间 是短的话 你就可以以钱代坐 以及这些钱债监 所以他就付了25万欧罗 就不用他去坐监 如果你的判监是两年以下 这些钱债案 就可以 不用坐监 所以看来美斯这段时间都非常疲累 又踢完球 坐了十几个小时 结果 有这些问题 正如大家所料 都不会回答到什么 当然 媒体也不会 放弃这些机会 但是 看样子 我刚刚听了另外一个 就是Duncan Castle的 Transfer Window 也说到美斯 越来越大机会 在完成了这个球季之后 就会去 曼城 为什么呢 曼城的领导是谁 哥迪奥拿 其实 这个赛季 还是下一个赛季 就完弱 曼城当然 很想 哥迪奥拿继续留任 但是 其中一个可能因素 令哥迪奥拿 有兴趣留任的 就是 美斯会不会加盟 所以 其实之前 曼城 已经预备好了 如果美斯真是可以在暑假 free 已经预备好了合约 包括在曼城 踢了 一两届之后 就可以去美职鸢 他们相关的球会 去继续踢他们的足球 变成了整张药可以很英俊 可以令到美斯来近几年 都有非常不错的收入 也可以 跟着 或者跟哥迪奥拿继续 做教练 他是踢球 大家支持 在巴掃都夹过 始终 在现在 大家想象一下 你猜在今届 如果假设一月 他真的走的话 去曼城 你猜他去曼城 取得欧联的机会大 还是巴掃劳拿 因为美斯也很想再次 取得欧联的锦标 和哥迪奥拿 都是同样的想法 就算 他跪美斯转过去的话 下一季来说 大家猜猜哪个球会 取得的机会大 有趣的地方就是 Buttermeyer 会长居民 他不是太喜欢的 就已经走了 会不会新任会长 会和他比较朋友 或是现在 也盛传 如果有其中一个会长 选到的话 就找沙维 沙维和美斯 亦是好朋友 会不会有令美斯留下 现在这一刻 实在是非常混乱 我相信 美斯 可能你问他 他都没抓住主意 无论如何 美斯始终都是一代球王 我想他的决定 都会 无论如何决定 他都是自己的选择 因为他实在 太厉害了 无论是巴西隆纳 或者是曼城 只要他与他加盟 或是留下 其实都没人 反对 所以 说到尾 看看 究竟美斯想怎样 OK 但他现在 很明显地 就觉得很烦恼 OK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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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